將會立國安法 國安法令香港人更清楚 要破壞一國兩制 這可能是最令人醒覺的條例 因為這條例不是香港立法 是它違反一國兩制聯合聲明 強行用大陸的法例起香港實行 這件事是沒有試過的 為何去年19年有一個逃犯條例 它也是有條條例起香港立法 將一些人送上大陸 也有這樣的過程 2020年一年很迅速 我不再跟你講逃犯條例 我更嚴重的是 我直接拿大陸的法例下來 這件事比逃犯條例更加恐怖 這件事 很多人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 香港玩完了 只剩下兩條路 要不就移民走 要不就繼續抗爭 而這種抗爭的成本越來越高 我作為文化人 作為電影人 當然對我們有影響 這條法例是每一個人都有影響 它是將恐懼植入了我們香港人的內心 我有些事不能夠說 我有些事不能夠做 我有些事不能夠做 因為我們可能有些說了 觸碰到它的紅線 所謂 我們已經犯法 它已經有很強的法例 這是一個監禁的刑期 你將會面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心力壓力 無論它是否用這條法例 這個恐懼是很離譜的 為何它有這麼橫橫不講道理 不講你的承諾 所謂的莊嚴承諾 揮爛臉不理外國的看法 你立下這條這樣的法例 最直接我講回我自己 我拍過十年一部電影 十年一部電影 當時我當中有五個導演 我是其中一個導演 我是拍《自焚者》的部分 而這部分講及的是香港獨立 講及共產黨的恐怖 甚至有些人是抗爭到 為了這件事去抗爭而死 這是一個這樣的題材電影 要看回《國安法》的條例 在十年這個故事內容 其實很多人已經覺得 你如果這樣拍 如果這樣出街 其實在這條法例裡面 可能你已經被拉入監獄 這件事是很恐怖的事 萬動上我也在消化 因為剛剛《國安法》才有這幾天的事 他會否有追溯期呢 就算我這一刻不再講這個話題的時候 不再拍這些題材的時候 他會否拿回我幾年前拍的十年 去監禁我呢 我們看看歷史 中國共產黨怎麼會不會呢 他在大陸做到的事 為何香港不會再重複做呢 而到了這一刻 他絕對會 你看他的強勢 你看他已經 無計可施了對香港 他只能夠用一個 他完全撇除懷柔手段 用一個強硬的手段去這樣走的話 萬動上我也有危險的 或者這麼說 所有的藝術文化創作 我們已經好像有一個緊箍罩一樣 就是這條《國安法》 我們有些事不能夠觸碰 想問一下如果是這一刻 要你們派一些在國安法範圍之內 是不是你們已經有一個自我審查的恐懼 在裡面 覺得有些事不能去派 就算我真的不過這條紅線 其實就是不自由 就是一個自我審查底下 充滿恐懼底下去創作 有些事要避開 而這件事從來沒有在香港 或者在我的有生之年出現過 慢慢慢慢 當九七之後 慢慢越來越加強加強勤 去到《國安法》 這個已經不是自我審查了 是真的有個審查 如果一個話題比較好奇 你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你對共產黨有些什麼認識 你覺得你們好像你拍過十年那部戲 你對共產黨有什麼認識 覺得你要創作這個念感 你的念感來源在哪裡 你覺得你會對抗共產黨 甚至在截辭裏表達了 你們會以死抗爭這個信念 對共產黨的認識 當然這件事是來自於1989年的六四運動 對於我來說 我當年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孩子 小學生 但我會這樣說 六四事件對我來說 是一個正式上的啟蒙 給我感覺就是 我不單止是我 我不單止是別人的孩子 我還要是一個公民 我還要是這個世界上的人 原來我要有公民責任 原來我可以為國家貢獻 原來我可以影響世界 亦都被世界影響 這件事好像在小學生的時候 好像通了 突然醒了 我不是集中於我自己 因為我當年的時候 我家裡有兩部電視機 香港主要有兩個主流電視台 兩部電視機就開不同電視台的新聞 不停24小時在看六四事件的發生 所以你問我 我當然不是在北京 但我是一個土生土將的香港人 我猶如經歷六四 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很深刻印象的 然後慢慢去認知 去讀書 去讀歷史 我覺得也不需要說 我們不在中國長大就不認識中國 沒有經歷過文革 我們就不了解共產黨 其實我們97年之後 我們香港人 這二十多年來 怎麼會不認識共產黨 其實我們很多事情是 忍住忍住 忍住忍住忍住 忍到19年 是一個比較大的爆發 如果預算運動 都是在框架裡面爭取普選 是政府 我們香港為來的事 可能到19年這個反修例運動 因為這個逃犯條例 說會將所謂的逃犯 其實有極大機會是政治犯 可以送回大陸的時候 已經不是香港政府的問題 我們香港人 完全看清楚也好 感受也好 是時候了 就是在19年那裡 大家憶慮了這麼多年的情緒 在19年裡爆發 是否從來都沒有試過一刻 信任過共產黨呢 其實1997年回歸的時候 香港的民主元老 都覺得民主回歸 都有一些少許信的 還有年8年的時候 中共開奧援 那個時候香港人的民調 香港人對中共北京的膽觀 的民調是高過香港政治的 所以作為你來說 是否你從來沒有一刻 信任過中國的共產黨 對於我來說是 因為我對共產黨的認知 其實開始已經是 1989年的六四運動 所以你問我 對他的認知就是說謊 對我的認知就是他會殺學生 對我的認知就是我們要逃亡 我們要逃出中國 因為有很大的意識 好像植入了我的腦袋裡面 而不是 中國會經濟發展 但是我們一直以來下來 我們看到的 獨賴粉的事件 劉曉波 一鞋政策 賣賣器官 你怎會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的真面目 其實沒有停止過 我們只是 見多了一面就是他經濟的發展 經濟的所謂的發達 但是他對政治那種鉗制 對人的自由的鉗制 沒有減少過 甚至這件事對於我來說 或者對於我們這一代香港人 或者不僅我這一代 對香港人來說 是越來越加劇 這件事可能是比生活在中國的人 更加貼身 因為我們是越來越被打壓 可能他們生活在中國的時候 可能已經是這樣的 可能沒有都是這樣的 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是這樣的 但是香港人可能有少許分別 就是我們越來越清楚之外 是越來越走近我們 越來越打壓我們 越來越被他鉗制住我們 這件事我們實在太清楚了 我想脫一脫的話 你剛才言用過白表路舍對你的感觸 保證是你的政治的起鳴 那你怎樣看現在 香港政府 中國政府 有一樣在香港打壓著學生 包括反送中的運動 這一場運動對你可不可以形容它 其實都是在香港上映著 你變一場的路舍 包括你見到美工大學的保會戰 就是中文大學的保會戰 如果六四事件是我那一代的覺醒 我覺得19年的反送中的運動 或者直接說 Poly這個圍城的事件 其實是由於我當年的六四 現在這代的年輕人 真的直接地面對共產黨 和我當年六四 我看電視是很間接的 很遙遠的 我們都這麼深刻感受的時候 你想想現在的年輕人 怎會相信共產黨 不應該作為一個討論 相信與否已經不是一個討論的需要 已經是憤怒有多少 而那個面對不單止是思想上 我當年看六四是有什麼覺醒 但他們是在這場運動中 在Poly中大 在很多街頭抗爭當中 是直接被政權代表 所象徵的警察的警棍 催淚彈 橡膠子彈 甚至塞彈 他們直接地面對 他們被攻擊 他們被打壓 首先很感動的是 你如何看香港現在的年輕人 現在的香港的年輕人 我都很想問多點 我都不太明白 為何他們這麼強大的意志 這麼可以沒有包袱 還是走上街頭 去做一些 其實是百分之九十九 做不到的一件事 他們在面對極權 有槍有炮的中國共產黨 是吧 現在他們 我們看到 我們的香港政府 跟著中國頭 越來越武力升級 他們不再和他們討論 只是不停在武力升級 但我們年輕人 我們也有升級 是吧 最初都是遊行示威 然後打破立法會玻璃 最後都是塗鴉 把中國國徽弄髒 然後都是磚頭 最多是氣油彈 被射了弓箭 但他們另一方面 對家完全不對等的武力 我們要想想 那些氣油彈是傷害不了 全身裝備的警察 他們不僅有裝備 甚至有武器 而他們的武器越來越升級 假設他們真的要再升級 我覺得 現在國安法也來了 解放軍也沒有問題 他們都攪爛了臉 我覺得 對年輕人來說 真是耳朵激石 真是雞蛋與高牆 而他們不可畏而為之 我是很欣賞 那種勇氣 我們不是看自己的利益 不是看錢 是看道德 是看法治 是看自由 是看公義 是看守今抽象的東西 但他們 都可以這樣爭取 這件事他們已經是 其實他們從小到大都一樣 因為香港確實在物資 資源方面是比較負荀 他們不是爭取著我們要賺食 他們從小到大都爭取著 如何做好些 如何令社會更好 自己如何能夠更好的發展 他見到路見不平 真是會拔刀相中 這件事是 其實是很大的感染力 這件事會否導致你以後 拍戲方面有否 拍香港人好生仔 拍一拍這場運動 將這個發展中運動 香港有次以來 最大影響的運動 這個信念延續下去 露給你事 我很希望我的電影繼續拍 如果在這一刻再拍的時候 我剛完成一套愛情片叫《還愛》 如果我再拍的時候 我真的不想拍這場運動 我真的想直接去面對政治 由於十年自焚者的段落一樣 在這一刻 即現在香港就是死的時候 我乃以生存的價值就是電影 別人走上前線 我就靠我的電影走上前線 這是我希望做到 亦都希望我真的有機會做 但現在《國安法》底下 其實我能否做到 我已經撇除了我 我能否找到投資者 去投資我的電影 因為確實《十年自焚者》 完成之後 我經常笑說 自焚者是我電影事業的自焚行為 因為很多人已經覺得 我是沒有大陸市場 我已經是黑名單 我已經是有危險的一個導演 投資給我其實是一個高風險的行為 由於捐錢給我一樣 你賺不到錢 我最後賺到錢 但這一刻我撇除我賺到錢 但我心想在抗爭中有份 我們有一句說話就是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我這座山就是media這個山 我就是在電影中去走 我去努力 如果沒有投資者 沒有很多金錢 我會用很小串去拍 如果在《國安法》立作之後 我拍這些題材 已經成為禁片 已經有高度危險的話 我禁片我也想拍 我不能放地下電影去放映 也要做甚麼 是困難的 我講完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 但你問我 我的心想 我的心 是很想做到這個位置 這也是我們香港這麼艱難的時代 可能每一個都要想 你可以做到甚麼 還是你走了 當然你走了 你也可以在別的國家去做 有些手足去了台灣 在台灣去抗爭 有些人去了未加 有些人去抗爭 這個中國 這個邪惡已經是 我們是命運共同體 已經不單止是香港的事 如果我解釋 有一刻我不是在香港拍的 我去其他地方拍 我也要拍回香港 或者我都要去抗拒 這個影響全世界的邪惡共產黨 這個我們要面對 這個是全球的事 這個疫情 這個武漢肺炎 正正地讓全世界人知道 共產黨的邪惡 可以進入世界上每一個人的身體 這是很恐怖的事 為何我們不完成一體 我們去抵擋這個力量 抵擋這個邪惡的力量 其實也是救中國 我們這個抵抗 我們不是說不愛中國 我們… 反而早上 我剛才說的 六四線已經對我影響 其實是愛中國 是愛人 我們要不停抵擋這個共產黨 這個政權是需要被打垮 我們是等待它的滅亡 而當它未滅亡的時候 我們做好自己 我手撿著的就是電影 你更加像一個抗爭者 有很多的導演 他們可以拍一些雙眼的電影 他們可以賺很多錢 他們可以有名有利 但你選擇這條路 其實都是很艱難 剛剛聽你說過 如果你有囚款都是很難的 是否剛才你說過那些順利 覺得你可以放棄你的力 你堅持跟香港人站在一起 走抗爭者這條路 我可以這麼說很純粹 我好像剛才所說的年輕人 為何不是看錢份上 其實你問我 我都不是看名利先走 而是看意義 而是看價值先走 如果電影在歷史上 留下一丁的力量 一丁的善良 可以改變到某部份人 甚至少部份人 我覺得我才有價值 我有錢有名 其實對我來說 我的價值是哪 我未找到 我做人不是真的享樂 那這群年輕人就是 他們走出來 不是玩的 你以為是 有機會 認識 你 有機會 就 Ware 萬一 對 我